哈啰 哈啰 又来到我们外汇研究室 今个星期特别点 我们星期三就和大家谈谈外汇的走势情况 要看看今个星期有什么焦点 当然其实我觉得今个星期经济数据就不多 最重要最重要呢 今个星期就要看着 是星期四开幕的Jackson Hall年会 很多国家的央行都会齐集 做一个研讨 也有很多央行长发现的 重点就是星期五的10点钟 香港时间10点钟 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发现 他会继续放英呢 这个很重要 因为似乎之前市场一直都不觉得 还要加多次息 或者已经觉得息口周期已经是完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真的要听一下怎么说呢 那另外呢 几个小时之后呢 就是当晚几个小时之后呢 欧洲央行行长 也会发现的 那对于欧元走势也有点启示的 那另外呢 最近日欣约都很重要了 我想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呢 就是他们那个 就是除了GDP他们做得非常之好之外呢 就是说6%的GDP真相 真是 很少见了 日本的情况 但是物价是不是一直都还是这么高呢 那什么时候日本财务省才会干预呢 那都可能有少少的启示 核心CPA预期会去到4.3% 是啊 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所以这个数我觉得比较重要一些 那另外今晚也有很多国家会出 欧美也会出这个制造业的PMI的数字 美国也都出了一些服务业的PMI 大家都要留意着 好了 那我们今集想说些什么呢 那教授呢 就想说多一点点退市啦 缩表啦 对于美债息呢 那个影响是怎样呢 是吗 对美债息一定有影响的 因为你由这么多钱 现在开始抽走 因为主要大家明白 那个量化搬送呢就是 按个长息的嘛 那如果你抽走那些钱 就按住压力越来越少啦 那在这个情况下 一定是对那个债息有影响啦 就算初期没有影响呢 抽抽下就有影响啦一定 那另外加上那个市场上 美国政府要向债券市场借钱啦 那就加大发债啦 那那个也是另一个压力啦 虽然你这个通胀方面开始放门了 但是你很明显看到现在 那些人呢就不是很看现在市场 起码一手的债息利率 就是说拍出来的债息呢 是逐渐越来越高的啦 那看看大家 星期四呢 就二十年期拍债 拍二十年的拍债啦 那大家凌晨香港一点钟 就看着那个数字 如果出来又是高于上次的四点零三六呢 那就大件事啦 因为那时候那个长息又会再被逼要抽高的啦 那看看那个退市 退市当然是重要啦 因为要将那个市场上那个水分是正常化啦 但是在那个正常化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是有个代价的 代价就是十年期债息呢 都会逐步逐步 因为退市的问题呢 会被逼是慢慢的升的 除非有其他东西可以压得住的 那上年6月1号呢 就开始是 开始减少那个所说的资产负债表啦 那初步呢就是减300亿美元的国债啦 和175亿的抵押债券啦 担保债券啦 但是它9月加快是步伐啦 那加快呢就是600亿的美债 和350亿的抵押担保的证券啦 那就是说它每一个月都接近1000亿要抽走 那在这情况下呢 我们看回以往那个退市的状况啦 那当然退市开始呢 曾经就是在金融海啸之后呢 就尝试退市的 那在2017年可以退 退到2019年呢就要停了 因为特朗普说的经济太弱了 那反过来 你看到就在大流行之前呢 就是2019年下半年 反而看到那个资产负债表 那个FED的资产负债表 这个图就看到了 就升回了回头的 升回到4万亿的 那第一次 未有所说的退市之前呢 或者是未有一个量化宽充之前呢 那时候那年代就9、9千亿而已 去到第一完成了所有的量化宽充呢 就4万5千亿左右了 接着曾经退过去低过4万亿的 但是去到大流行就不行了 就无限量化了 因为要求经济 就是超低色环境 能色环境 急抽了上去 那就去到哪里呢 是增加到到大约接近9万亿 那就推市了 推市的路 其实都挺波动的 因为曾经是退到今年3月 地区性银行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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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地区性银行出现问题 这个资深部就比较膨胀 因为它出了一个所说的流动性机制 它是可以用它本身的债券来换钱的 那就加大了它所说的 它那个不是两个宽松 那个就是旧市 但是现在看到了 之后稳定下来 现在缩掉到81450几亿 81450几亿 那现在就是 退市来的低位 那就逐步越低了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看 由3月4月之后 那个是开始就来得挺快的 那个退市 就是真的一千亿千亿这样来 就是平均来说 那就看看情况如何 但是考虑到退市当中 的过程当中 我们有加息的 那它加息的时候 启动加息是上年3月可以加 那去到加加加加加加加 加就很重要了 到现在都会加到5.25厘至5.5厘了 那你留心了 3月22日加息之后 去到5月初 5月3日 它就开始就 不是每一次加息 6月没有加到 随线加 就是说你5月3日之后 就加了一次息而已 但是这里呢 就是加得很快的 当然会影响到 那个长息 是不是 如果你越加越快 长息就越来越高 所以变成你看到 那时候呢 有几样东西发生的 就是加息和退市 但是3月呢 那里是 那里就开始 因为这段时间呢 就有一个所说的 地区运行危机 大家就看了 但是通胀的走势 其实是逐步放缓的 但是放缓的很慢 这个就是PC通胀的 核心通胀的走势 那曾经高建呢 就5厘多 5厘半左右 那现在去到大约4厘1 那预计去到 这两个月 都不会是太大变化的 那但是已经是有 给人感觉就是说 通胀呢 似乎就是有少少放缓 但是现在又市场 我讲回说 那些油又升了 但是因为它是核心通胀呢 那也是影响通胀的 但是就撇除了的 但是起码通胀方面 就不是以往那么厉害 那背景就说出来了 看看 现在将6月开始退市的情况出现了 6月的退市 但是当然是慢慢慢慢慢慢抽了钱 由大约是8万6、7亿 8亿 那变成了 去到抽到8万3千多亿的 那这里板上去 就因为是知道 那4千有问题 那4千有问题 那之后在 那看着了 陈埃落定之后 平静回来 该支又加快退市了 那这一层是比这一层的 那你看到的 那你看到就是6月之后呢 它是5月之后呢 它的加息只是一次而已 那这一层加息快 所以令到那个长息抽得紧很快 也同时又退市 所以有两个因素 令到市场上那个长息 是很重要的 那时候是很重要的 但是至少11月 上年11月之后呢 就说放缓加息 这样就下来了嘛 但是仍然是在退市的 但是也是因为放缓加息的速度呢 是预期了 变了就推回长息下来 但是之后呢 就发生了 就是仍然是开始 通胀就下得不太快 那这里是这一段 那第一流行是6月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6月之后呢 它是大约8万5千元抽走 到现在抽了3500元 其实6月那个长息呢 开始呢 你看一下 这个是6月的 大约6月左右 它长息大约低于3.4 3.4的 看先 6月看先 大约是3.5-3.6 这个就是closing的 但是这一阵去呢 它其实去得更加快的 那变成了这段时间 3个月时间左右 2-3月时间左右 是抽了0.8厘上去的 接引 那你看看 和上次比较 和以往比较 以往就是很贫能的加息 至少只要加息 都是接近顶 就是现在你看 就是看什么呢 看它退市的问题 还有看它什么呢 另外一样就是 向市场抽水问题 就是说它的债券供应量 那变成了这两样东西呢 就令到息口呢 是很难下的 反而是升得快些的 那变成了呢 你看到现在去到 昨天是曾经去到 十年期去到 4.36厘 现在浸下来 这一浸呢 是3月之后 地区资金银出市之后呢 它是加快了退市的 那变成了呢 就是它真的开到全速退市的 你这浸下来 是慢一点 可以看到的了 那这个情况下 这个情况下就是说 整个picture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不要预期美息是会 好像现在那样 就算可以保守估计 越偷越快 越来越向市场 伸手拿钱越来越多的 那这样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这结构性的问题呢 除非它不退市 就是敌止 它有机会的 它打麻坡就不退了 那样不退 伸手向市场都要拿钱的 要借钱来还走 来碰那个财赤的嘛 那变成了整个picture呢 你不要想过 那个10年的债息是站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除非美国的经济是大幅幅的 如果不是呢 它是适合持动自动迫上去 好像Larry Summers前财长所说的 美来10年平均 起码4.75厘 10年的债息 这个平均而已 一定是over-shoot的 就是有机会越市越高 试到市场是什么呢 就是美金越来越涨 但是那个资产市场越来越疏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美金仍然都是看 比较强的 现在看到年底 但是有个别的可能的 匯价就是相对货币 有升得快 跌得快 跌得慢 有比较 是 刚才教授说 除非是跌得 经济跌得急 就是放门 但是看回 亚特兰大那年全银行 它这篇R的估计呢 今年Q3 它预期是去到5.8%的增长 是啊 是啊 很乐观 不是 算出来的数字很厉害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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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是回到经济周期 如何令经济周期死呢 就是涨得飽 永远是 这个是自然死亡 你越好境越漲 越漲 越漲之后 你被迫的张银行要出手 那现在你的张银行 只能够控制一些所说的通胀预期 张银行控制不了是什么呢 就是你伸手向人借钱 一旦你没有借 你不借你就麻烦了 不借你 你扣不到 做不到其他事情的嘛 你的支出要做 那变了呢 其实说的一样东西都是 最后 你不要想到第三季是厉害的 然后第四季又延� coverage 是现在修往七八百百百百百�us 我想它的加息预期 但是它只加了一次益息之后 然而这个预期是率就不下行呢 若想继续加上 那当場的多一则就 倒owanie 就是它用支援市场 大家留意的是 所以在那个Bitcoin 就是在台湾上升 曾經一天跌是幾千元的 因為那個Risk Off的模式是正在來的 所有東西都要Risk Off的 因為在一個長期這樣升是沒得給的 我覺得在一個反應當中 但是看回那個美月強勢 逐步在一個美月主數 現在升位上103了 很難再下跌的 就是逐步做試 拆到試沙包試到爆為止 之後爆就好了 爆的時候它停止加息 接著減息 就是這樣簡單 大家玩玩這些時刻 那你有沒有預計 可能10年債息會上到什麼水平 你知道聯邦基金的利率到5.5 還說還未完 還未完 雙方跟10年債的差距 它可以追貼一些還是怎麼樣呢 這個就是回到我們所講的 那個知識曲線正常化 它就長息過那些短息 你看到歐分上來越歐越高 現在歐分越歐越高 就是長息 這個就是因為要漲到爆的問題了 漲到爆兩項東西 一量漲到爆 二量就是你借錢借爆 那就是說你預計到4.5厘的時候市場很大震盪 然後逐步做一個升 直至市場是不接受這個水平的 就在那個資產市場就會很大震盪 那就是說你很多東西跌得很急 那基本上那些人就想經濟會轉差很快 那自動息口就拉它下來 那個長息而已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講的 現在有兩樣的逆工 兩種逆工 一種逆工就向市場借錢 越借越多 一定要借 第二樣東西就是退市的問題 退市可以自己停 但是借錢不能夠停 但是將來都是很麻煩 因為就是說你的息口去到某個階段 一定會逼到資產市場出市 出市當中當然美元會強 但是美元強是只是瞬間的 一出市之後呢 它就想爆爆經濟滑下滑 然後停止價值減息 那你就覺得一段時間 美元就由高峰就跌下來的了 因為你那個十年期債息 就到時候倒轉走回頭 那這樣就正式入衰退了 就是這麼簡單 整個畫面都畫出來的 沒辦法避開 所以我說經濟周期 講給你聽 那個是你的生命線來的 你死死完就復生了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就是循環而已 是 那這個我也覺得可以留意一下 S&P500那個股息率 和十年期國債之間比較一下 沒錯 所以它吸引力是不是足夠 你去買股線 你去買國債那邊 是啊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 今天星期五凌晨1點鐘 出過20年拍債 20年拍債 它新手拿錢 都拿很多 160億就拿 美金的 那接著30年來的了 24日 那那裡已經結束了 然後繼續拿錢 那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如果那些人說 那些藥息我肯給的 OK的 但是我不肯給的 就要給高息 要給高息 逼得上去的時候 那些市場就越來怕 那就看一下發展 所以現在就是股市指數了 那它拍出來的債券的息率是多少 債券的息率是多少 債券的息率 好 這裏可能 连會都會提 那個債息那個問題 或者縮表那裡的情況 你知道債券什麼都說 那不只是說那些息口 或者經濟什麼都會說 看一下 鮑威爾想透露多少出來 我覺得 是的 好的 那我們講幾隻貨幣呢 就是短線的操作之前 那要講講Z.com Forest 有個好好玩的遊戲 也都好像很容易弄 Franc可以介紹給大家 沒錯 剛才教授都預告 就是PPT都預告了一下的了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 當作是派福利的環節來的 那近期呢 那我們就搞了這個叫做快趣搭的 這個小小click的活動 很簡單 有五條問題 那大家可以在下方 這個ebook box 連結裡面去看一下 那五條問題 那答中呢 那我們就會送出100元的超市QPOD 那如果答錯呢 都沒有所謂 那我們照樣呢 都會送出50元的超市禮券 那這個超市禮券呢 那我們就會透過WhatsApp去派送 是兩個工作天之內 就會聯絡大家 那所以就千萬不要 聯絡電話那裏呢 就千萬不要填多 或者填少一個號碼 那這個活動呢 是的 這個活動呢 是可以說 撐巴掌每樣有份的 無論是現有客戶 還是新來的朋友 都可以一起來試一下的 嗯 有沒有限額的 是不是先到先得 先到先得 是的 沒錯 那我們馬上去 在我們那個info box那裏 是的 那就快點去答問題 答充他有50元 禮券 大家記住去拿 真的 快出去回答 快出去回答 快點回答 你們的問題 有 小小 都有些 都挺有趣的 那如果 答案呢 我想應該都 都可以找到的 OK OK 好 大家記住 都可以 或者我跟朋友一起 馬上要參與 真的 來一來 OK 好了 那我們又說回 幾隻主要貨幣 那可以怎樣看 那可能 大家都一號 這期很多人去旅行 唱日圓 這些位 還唱不唱 還是可以再等弱點 才唱 因為我們等等等等 日本財務省 或者官方那邊 都沒有去特別 做些什麼干預的舉動 那145似乎 他們不是偉尼 那現在大家說 嗯 有機會去到150 我記得JT Morgan 今天說一下150 才有機會 試一下 做一些的干預 那 是不是有機會很快 上到150 那麼誇張呢 如果中央線 來看 教授怎麼看 嗯 我看著十天線走 這幾天都是十天線 跌不穿 但是那些穿 我反而做 去拿回一些日圓 還要拿回一些日圓 還要拿回一些日圓 但是作短線 放去拿回一些日圓 只要拿回一些日圓 因為十天線 現在站在145.61 那我就 在破的時候 追抓 就拿回一些日圓 賺60點 如果你想開倉 是沽的 那你就要抓近十天線去沽 OK 十天線 但是因為你連續三四天 都要四天 那些低位全部抓著十天線 是吧 變成它跌點跌穿了 如果一旦跌穿十天線 一定 有一些所說的 款會按下去的 那你這個日圓 可能有一些 所說的指示款 你沽的時候 就指示了 就有機會 到這個位置 剛剛撞到什麼呢 所說的就是 下跌的線 OK 下跌的線 下跌的線 就是143.98 143.98 那就是很大的支持 日圓就不要跌穿143.98 但是看來 我們所說的趨勢的息率 一樣是很奇怪的 這幾天的尾息都是強的 昨天曾經高於去到4.3637 4.3 那你看到它都不是很爆 那你也升到146.57 那位置 是不是 那這天的息率 是十年期的債息 是昨天是近期最高的 是你相對 你如果是強的 你衝穿146.57 但是你昨天高是多少 那天是1.4639 現在債息回到4.33 已經下跌了什麼呢 下跌了1.456 是不是 那變成 我想那些人 有機是可能在Jackson Hole之前 或者在20年拍攝之前 或者其他重要數據之前 這兩天呢 就暫時可能 那日圓就 可能沒有那麼弱了 那看著10天線做人 穿了就追渣了 追渣了 不穿的 走到兩三天 走到一兩天 就駁它 又走上去 但是又不是 似乎是一個很急速落的狀態了 因為很多所說的這些位置 是看到的 是 那暫時可能是上下波幅 這樣看著線來玩 好 那你看到日本那邊 都在等它自由了 先浮動著 這樣 是啊 是 146應該它沒有什麼反應 現在 不會 我覺得大位可能 真的要再高一點才 它應該沒有什麼反應 但是這場暫時就 不是很想動手 那你看到現在就是 它的波力加通道 是越來越遠回 低於兩個SD 低於兩個標準差 那你看到這些位置 但是在強方 仍然是相對強方 沒有很強方的 因為在中毒上高 那現在暫時的處理方式 都用10天線做策略 跌穿我一定會持續的 但是駁它都是145 但是如果是搜到 那就再試146.57的位置 因為它始終約了一段時間 可能鞏固 看它怎麼走 但是現在這個位置去做 是尷尬的 這個時刻做的 是尷尬的 我們等它跌 一是就是勝穿 穿了那個10天線 或者搜到 我就搏它了 用10天線樓下做止蝕 我們剛才和朋友都說 直田究竟會不會出席 到Jackson Hole年會的呢 會不會說話呢 這個都很重要 那這裡看著 看有沒有突破 這個是很重要的 好 然後另外看一下 十天線 十天線 十天線很重要 十天線 很重要 沒錯 手都不估 好 另外看歐元 歐元的情況 歐洲貨幣 你昨天都不是看歐元 走得上去 那你上去 嘗試了幾次 我講的十天線都穿不到 你看 曾經彈穿過 不是 上上去下回來 那我也是沽的 我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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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歐元是最弱的 就是綁很多的 走勢就是弱一點的 那麼這些位置 你如果那天害怕的 就在5天線開倉來沽 1.086就近的了 十幾點就等個位 如果你說 我去不爭那十幾點 我就沽了 出手沽了 OK 目標在幾度 目標近來 現在你在這些位置 就大逐步 看低位 這個也低位 這個下 你比較激烈一點的 1.08 等等 不是 現在這些位 這些位可能看得到齊頭位 1.08 1.08 50點 如果去到這些位 再低這個位 這個位 1.078 這樣就這樣 這個位 我傾向就 我感覺是 他是在下降的 他是在下降的 他是曾經 昨天掙扎上去都沒有力 應該下回 低位收了 今天開都是這些位 雖然是 就是有少少養足 但是沒有意思 東京市 沒有那些很薄的 到頭 對外人來說 又不是很動的 我傾向這些位 是在挖線 就是說 他穿不到 穿不到 穿不到最近一條線 所以這條線 上方是 五天線 五天線 押著它 是嗎? 如果你是做了盤 是買的 用10天線打靶 高一點打靶 1.089打靶 我就持有了 我們持有了 我們持有美金 是沽沽完的 用打靶在10天線上 好嗎? 1.094的二線 1.094的二線 1.094就打靶 對 穿了0.094 4就走了 現在我持有了 嗯 OK 好 指折1.08齊 如果 嗯 談論是弱的 如果你找一兩個星期的走勢去看 多了幾天我都是看歐元藥的 因為它有拍債 我都很擔心 債息拍出來是非常高 如果是百四點一 二十年就麻煩 嗯 嗯 好 這個重要 如果它再約一約 這個美匯指數就真的 是啊 再上高位 嗯 好 好 接著就看綁 綁一下 綁好一點 綁上星期是強的 是啊 那星期對美金是升的 受到十天線 原意十天線走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碟 一碟下跌它們的一百天線 即彈 彈很快 彈完之後它彈回到這些位置 你想想 它彈回到差不多五十天線 五十天線 1.27825 那不錯 五十天線正在上 現在就被那條藍色線 二十天線壓住了 如果穿到那條二十天線的 1.274 現在很近的了 那穿到呢 我卸一下 我反過來拿綁 短一點 一兩天內就拿綁 即是你不說 如果穿到1.28 因為如果穿到那條二十天線 1.274 所以上高的阻力也有到1.28 差不多 五十天線 1.27945 那用那位呢 有整個五十天給你卸 一談一談 你看到兩隻 勾完藥 它反而你撇除這些低位一談 反而就說它承接比高 這個100天線承越高 還有它都說 沿著跟著五天線都不是很落的了 那十天線不是很落的了 沿著十天線 這樣捱著捱著的低位 那我覺得如果穿到二十天線的 就上高卸1.28個位 如果做了一些倉的穿 如果真的壓下去的 如果它弱的話 可能更加弱了 那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紫舌位的 你就用回大約是在跌穿1.269 大約 或者1.27都可以走了 差不多 短線 但如果真的要 短線下去 是啊 但是它重要的支持位 一定是100天線 這個位 100天線 100天線就是1.26 1.263、4、7個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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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位置是很大支持的 嗯 現價了 1.274到了 是啊 那你差不多出了就到了 做到了 嗯 嗯 嘗試一試 真的 嗯 都是幾 好像穩打穩窄一點 看那個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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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近一點點 是啊 沒錯 不如最後看一點點商品貨幣 究竟是不是很嚴重呢 配合著 就是中國的經濟啊 哇 真的 都不知道底在哪裡 那究竟 見底尾呢 真是 嗯 有一個阻力約0.65 但是就 超級的很厲害 嗯 超級的很厲害 這個應該是三頭馬車出的時候的數據 嗯 那就 坐下去了 5.63 637 現在彈了大約 都是 70點左右 你彈了70點就到了這個位置 但是你現在搏它 我寧願搏它 不穿 不繼續弱 因為美式都是強 是不是 你和內地那個經濟 說真的 你說也沒有東西出的 說了就當做了 那說了就當做了 人家聽聽一下就當你沒有做了 那這個情況下 十天線 十天線 十天線沽 那這些位置沽 沽了 因為它是 它是 它是 中國經濟的情況 是 中國經濟越弱 數據越弱 等於它 中國出的數據 等於它 澳洲中央銀行出的數據 越看出中國的數據 越差的就越落 那你怎麼預期中國的數據是強的 是吧 那現在的情況 既然它反彈了技術線 在oversold之下 反彈了八十九十點 那就容易這個位置 你彈高股 那你彈高股 剛剛就是這個低位 是 這個低位 你捱著這個位就是低位 剛剛就是疊十天線 用十天線 捱近十天線 10天線 0.6440 現在都很近的了 差幾點而已 差不多到 接著目標就是 今次的低位 0.63637 穿了就繼續下 穿了之後 周線度是多少 可以跌到 0.6可以跌到 接著下個大位 0.61695 起碼看近來的低位 0.61695這位 其實這裡還有幾百 二三百點下的 如果你真的瘋了這三位 嗯嗯 真是弱 真是非常之弱 反彈伐力很明顯 那奧子可以 都是這樣看 其實所以呢 即使美金升呢 是有分別的 其他的非美貨幣 嗯 有些是比較硬 好像磅 這些奧子那些 真是很嚴重 加上中國那個因素 那大家自己看著位置做 好了 那我們是時候跟大家講講 開會優惠了 Franc 是啊 開會優惠 那我們呢 都會繼續做回這個開戶即送 200元 之後一個月呢 做個指定交易 會送出最多1萬元的活動的 那 這個目標交易呢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一個月之內呢 累積開倉數目呢 到8張就有800元的超市禮券 最高去到888張呢 就會有1萬元的超市禮券的 而且這個活動呢 和剛才那個快速答呢 是兩個都可以同時參加的 那大家都可以先玩完那個 之後登記開戶都沒問題的 分開的 是啊 是啊 看一看 兩邊都可以做 兩邊的禮券都可以給大家 好 那還沒開會 快點繼續開 看看怎樣玩 然後怎樣開會 好了 那今天呢 謝謝兩位 謝謝朋友 謝謝教授 我們下個星期再聊一會 想起十年前的我 衝動不完美 夠膽去改變 由DJ都可以轉身成為 財經節目監製 跳出框框 等未來的你 多謝今天的自己 投資都是一樣 Z.com Forest 改變投資思維 放眼環球經濟 參與全球最大最公平的外匯市場 交易由你決定 不去改變又怎樣走得更遠 外匯交易就是一個字母 這麼簡單 Z.com Forest